我們看第五題 他說小R將一個半徑使小R的小線圈 平放在電磁爐的表面 假設某一瞬間 通過小線圈的磁場 V是均勻的 我假設他是進去的 好 且磁場與時間的關係是這樣的關係 其中V為常數 折小線圈中的感應電動式大小量 好 我們要先算出他的磁通量 任何時刻 磁通量 這就等於V 乘以π小R 把V帶進去 就βT πR 好 那他這樣子的話 他的感應電動式是等於 負等 dπT RT的意思是E 所以是負等 βπ小R平方 要不要取大小 我取大小 他只是問大小 所以這個是等於 βπ小R平方 所以大家應該選E πR平方β